今天是凌薇跟他形成队尾 这一次的挑篮 好球啊 开场的第一次得分 来自于刘晓宇的单手的挑篮 稍微有点离谱 便一步突进来 好球 6比0的开局 这一局得到掩护张帆 高低位 给过来 空中折叠 好球 2加1 一打中 场面撂30要登场了 蓝底下又是这边的虞长洞 二次进攻 长篮板呢 是这边的凌薇拿到 转换的机会 上球给过来 好球 这边在拆解这个王子锐的战术的意图 巴尔板下起 好球 14比20 本场比赛拿到了10分 同时有4个篮板 王子锐的突破 这球也很难 只能说尽 尽 尽你所有的办法去做一些限制 是 这个是可以的 我不看到 廖三斤这一次突破突了非常的坚决 强断的本节是3比0 AB突进来 这一次的上来是非常的轻松 凌乱的赶紧叫停 现在是25比31 咱刚才在过去一段时间的整个能经队的进攻的状态 AB的连续和这边的王子锐打高位的挡拆 AB事宜说你只有我这个掩护可以突一下 不能说每一个进攻就全部要想想 哦呦 3加1 3加1 屋顶架 是的 一上来就比较少啊 突分再给过来 张帆点开防守 外线三分球的机会怎么样 终于 这球我觉得对他来讲也是长输一口气 这也是 今天就是整个北空做的比较好的就是 在防布莱克你没有让他得分连成串 对 不定期的打击可以 但是不能这个一直打击 这也是在上半场结束的时候的那一套阵容 二日 这个位置呢去做一个过渡中距离 好球啊 这是流动的点 左右两侧的底角 其实他的中距离完成度是很高的 对的 今天因为自己也是考虑到中距离跳头和抛头都不是非常准 嗯 索性更靠近篮筐一些 去用自己的那种上篮 哦 好球 在防守端 远克尼强打这边的刘小宇 挑起传球 这个传球是很危险的 李勒转换进攻直接起 双手的爆扣 上线挡拆 好球 好球二加一 这球打的就够坚决了自己 帐篷空切 然后呢 我们看到孟子凯撤步 点开法尔 再给过来 好球 流动的防守位置也是连续的被打穿 这也就是强队啊 你给控这段时间能够一直连续的原因 有一些回应啊 因为毕竟14分的一个分差 这竹竹时间还过吗 这放过来 哎呦 小宇突破之后再给到肘子 这边我们看到 还剩下2点几秒时间 外线3分钟的出手 哇 这么头也有吗 孟子凯去防到这边的布莱克尼 布莱克尼突进来 再给到阿瑞 转移出来 林威转身 出手 终于 在这个时间点终于找到自己的后来手感了 上线手一手张翻 节奏变化 再给到湖顶 点一下之后持球往里突 基地再给过来 打得很细 好球啊 整个非常耐心 非常耐心啊 终于得这么打 你不能说你在那边运个十几秒 然后上来叫一个掩护 16分同时还有5个篮板球 林威 这球呢 孟静海的犯规 再给到这边的刘小宇 左侧底角外线张翻 三分球的出手再中 关键时刻还是要看张分 98比87 第四节剩下最后的四分钟时间 本场比赛张翻只投丢了一记三分 24分同时还有四次的助攻 掉到篮一下阿瑞 强打这边的国豪 那球 换防之后啊 内线有了一个mismatch 这球也是 就是非常好的把握住了 是的 而且这球呢 曾凡凡是完完全全把这个 陈国豪卡在了身后 现在这段时间就看两队谁的 得了得分明中的更好一些 突然的一个加速 站而不防 那么七连胜呢 也是整个 北京控股在他们对史上当中 最长的一个连胜 我们再一次把掌声和恭喜 给到这边的北京控股 行为 して 那儿 在轮延 那儿